民进党政府又再一次发动了他的认知作战 移花揭幕的掩盖在两岸的现款上 然后把所有反对这样诉求的人 都贴上了投降主义者的标签 对于民进党这种粗暴的敌我二分法 我认为 大家好 我是高金树梅吉娃斯阿里 俄罗斯和乌克兰正在军事冲突的同时 美国总统拜登派了一个前任官员组成的代表团来到台湾 隔天离开 美国代表团的来访 理所当然的会被民进党政府形容成 台美关系坚弱磐石 美国的政治动作受到民进党政府的高度赞扬 并且借以安慰激励 受到美国战争宣传而心神不安的民心 但是看看乌克兰总统 现在在美国都没有参与决策的资格还有权力 所以这一次代表团的成员发言 就算在精彩生动 我们都应该要有一点点的保留 我想或许有些人是兴高采烈的 但是我却不会那么轻易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次俄罗斯还有乌克兰所发生的军事冲突 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素 这牵涉到美国还有欧洲各国当年 对俄罗斯的政治承诺 今年的1月26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北约总部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 全面拒绝俄罗斯所提出的 乌克兰北约东扩危机的诉求条件 他们强调北约有自己的制度 不可能因为外力的威胁就退让 所以不会接受北约后侧 以及拒绝乌克兰入盟 那么我想要反问美国还有欧盟的是 难道欺骗也是北约制度的一部分吗 北约一直以来就是这样 为了扩张假装退让 欺骗邻国吗 我们来看一看这段历史 在1990年当年的东德还有西德 即将完成统一 但是对于在欧洲对峙的两大安全组织 也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以及华沙公约组织 在德国统一之后 原来的驻军该怎么样重新安排 东西德 美国 苏联 英国 还有法国 透过二加四的机制进行过谈判 北约当然是想要独霸欧洲 所以要求华沙公约组织的驻军撤离 华沙公约组织最后同意撤离驻军 但是当时主导华沙公约组织撤军的苏联领导人戈巴契夫 他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北约不可以从当时的防卫边界向东扩张 1990年2月9号 美国国务卿贝克 他的回答是 我们认为在二加四机制框架内的磋商还有讨论 应该提供一个保证 那就是德国的统一不会造成北约军事组织向东扩张 第二天德国的总理科尔他也表示 我们认为北约不应该扩大他的活动范围 于是苏联撤了军 但是柯林顿上台当总统之后 他丢掉了这个承诺 他开始发动北约向东扩张 从1999年到2020年 北约向东扩张了五次 2014年美国的官方学者 他曾经否认美国对苏联有过这么样的承诺 但是随着2017年 乔治华盛顿大学所收藏的国安资料解密 这个承诺得到了证实 俄罗斯虽然从2015年开始就不断透过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警告北约不要再向东扩张 但是欧美各国不理不猜 他们以为北约都东扩了五次 俄罗斯你还能够把美国和欧盟怎么样呢 是啊 从实力的角度出发 就算美国和北约背弃的承诺 那又怎么样呢 承诺对这些国家来讲 似乎就是用来背弃的吧 这不是认知作战 这是历史事实 当我们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 我们对于美国的承诺 还要这么坚弱磐石地相信吗 我自己是不会相信的 这几天立法院开议 围绕着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的军事冲突 民进党政府又再一次发动了他的认知作战 他们巧妙地把俄罗斯还有乌克兰 现在的军事冲突的情境 移花揭木地掩盖在两岸的现款上 民进党利用这样的情境 喊出台湾不主动求战 也不会起赞的口号 高调地宣称 屈辱和姑息不会患得和平 然后把所有反对这样诉求的人 都贴上了投降主义者的标签 可是大家都明白 冲突发生在乌克兰 两岸之间并没有发生那样的冲突 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说 不求战不起战 但是他们却从来不想尽办法去避战 他们说屈辱和姑息不能换得和平 难道和坚弱磐石的美国并肩作战就可以吗 看一看美国这次宣传战 然后探索和平的出路 让大家成为和平的参与者还有见证者 而不是等到冲突爆发之后 指责那些没有和你一起作战的人是投降主义者 这一次俄罗斯还有乌克兰爆发军事冲突以来 虽然乌克兰政府到处发枪 誓言要全民接兵的对抗 但是依然还是有五十万人想要逃离战区 按照民进党政府的标准 也许这五十万人就是你们口中的投降主义者 但是请不要忘记联合国称这批流离私所的人是难民 而不是投降主义者 对于民进党这种粗暴的敌我二分法 我认为不应该是任何当权者 政治人物还有知识分子应该要有的态度 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当前 国际间俨然形成了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输出武器 鼓动战争升级 另一个阵营鼓励和平谈判 避免再继续的对抗 以战止战 那都是为时已晚的泄斗 涂炭的只有生灵 和平才是真正的武德 在眼前这场轻痛愁快的冲突中 谈英雄论胜利都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和平已经出发上路了 我们是要加快脚步赶上他呢 还是决定要分道扬镳 走上另外一条没有尽头的战争道路呢 这件事没有人能够帮我们选择 没有人有权利贴我们的标签 为了安居乐业 为了我们的下一代 追求和平 这是理所当然的 谁想要拿战争当作检验忠诚的武器 谁就是我们真正的敌人